除了喝飲食之外,理髮也是其中一個新款必須品 不知道大家的理髮的習慣是怎樣的呢? 通常去開同一間,還是每間都不同試一下髮型師是怎樣的呢? 又或者是會選一間走腳的,還是有一間是去開的,例如出到尖沙咀那樣的呢? 今天就想說一下,康城商場現在在理髮方面有什麼選擇 以及Wippy 協助了這間債展,Pure Cut,想分享一下經驗 時事留心即學問,歡迎來到Wippy 駐仔頻道 康城商場雖然有48萬呎,但廣鐵規劃每樣的紋身服務都是一個配額 所以其實在理髮店裡,康城商場暫時有兩間 而那兩間是走不同的方向的 例如這間叫做Play by Hair One,最主要是傳統的那些,你可以進去洗頭、染髮、焗髮 它的位置就在商場的Lv.4,接著Lv.4平台出口的位置 或者接著拍斯琴巷和麥當勞附近 服務時間是1-1,早上10點到晚上8點半 而另一間是Lv.3,在近南邊商場 叫做Pure Cut 名字和服務性質是很一致的 只剪輯,不會有洗頭、染髮、焗髮等服務 剛剛也說過,它的位置其實就是Lv.3 其實是黃首都接駁橋出口附近的 我們去片看看,這條就是首都接駁橋的入口 你經過這條橋,其實就會一眼看到左手邊是陳順 右手邊白色這堂閘其實就是Pure Cut 你看到門口其實那堂閘很闊 雖然剛才你見到它的閘很闊 但其實這間重剪的店舖是非常精緻的 你看到開閘後只有這個角落仔 它盡量設計都非常有心思 可以放到三張位置 同一時間最多可以有三個師傅去剪發 而它是明馬實界的 你看到大大隻字就說了 無論你是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總之剪一次就70元 而它只是收到八達通 所以如果你來剪發就記得要帶一張八達通 才可以下來剪發 跟其他速剪店舖一樣 它都是先給前後剪發的 首先你要拿一張八達通 你這個灰色的機器就先剪掉 剪完之後才坐下繼續剪發 另外如果你想幫請的話 要留意一件事 它就說明如果你是頭髮有納的東西的話 最好不要來幫襯了 Vippy 也試過幫請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 他就走來說要剪發 但就有個頭髮了東西 即使店主就叫他 不如你洗頭髮回來剪吧 那就不受理 這間速剪店 其實就非常精緻 很小 有一張很長的椅子 在閘門的前面 設計到被人坐在排隊等 其實這間Pure Cut 在康城來說 就是首謂一致 經常看到有人坐在排隊等 而幫襯的客人 其實都有大有小 有男有女 Vippy 昨天才幫襯完 就聽到旁邊說 其實旁邊應該是一個年紀大的老闆 他就說 他老公剪完 就介紹他來這裡剪 所以其實 他慢慢 除了儲存到很多不同類的客人 還儲存到很多熟客 Vippy 分享一下 第一身的剪法經驗 無論如何都要排隊 在不同時間走過去 坐在這場地等 因為他在觸展 其實不會等很久 前面有兩三個 可能你等十分鐘已經到你了 不像普通的 如果前面兩三個 可能要等一小時 之後 有個理髮師 就過來邀請你 去埋位那裏 埋位那裏 之前就叫你先付錢 付錢後 埋位那裏 就會找一張 只用一次的紙巾圍著你的頸 然後 因為他要套著 圍裙 讓你擋著頭髮 不會掉到你的身上 其實整個 由付錢 到準備開始剪法過程 都是十幾秒而已 然後他就會約和你聊一下 你想怎樣剪法 大約說想長一點短一點 後面要留不留 要不要剪法 之後他就立即和你剪 整個過程 可能五分鐘左右就會完成 雖然整個過程很快 大約五至十分鐘就會完成 但是 短短一段時間 因為理髮師都很健談 所以 Rippy也學到一些東西 譬如今次理髮師就說 整個潮流 其實由穿衣 去化妝 最後才去剪頭髮 不管這句話 究竟準確性 大家覺得是怎樣看 但是 起碼理髮師就分除了 他對潮流的知識 以及他對潮流的看法 是怎樣的 Rippy也覺得 學到一些東西 剪法的過程 短短幾分鐘 另外 他也有說到一些 肉髮的知識 譬如 如果你是有染頭髮的話 他就建議你在染頭髮之前 無論自己染藥或消染 都要塗一些保護箱 保護額頭的附近 始終染髮都是一些 不是天然的物質 所以 有機會傷到頭皮 所以 又學到一些東西 雖然Rippy 未去到染髮的階段 但是 聽著先 或者分享給大家 其實 未拍這個題材之前 Rippy 有想過 這間髮型屋 這麼小 會不會是全港最小呢 就仿如 我們康城那間 KFC 感覺上 Rippy 好像全港 或者全球 有可能是最小的 KFC 但 又覺得 這些題材 好像很難看 但是 實際上 整個流程 覺得很順暢 左邊排隊 右邊 就剪法 有時候 會覺得 地方小 不是一個問題 就是 店鋪的編排 服務性質 以及 最主要是 人 理髮師 如何發送 他的態度 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Rippy 其實這次是 第二次 你現在的Pill Cut 剪法 因為 價錢 服務 Rippy 都覺得OK 所以 Rippy 覺得 大小沒問題 你最後 就是 剪法 你滿意的感覺 你滿意的服務質素 以及你滿意的價錢 去收取的服務 時下 就很流行 移民 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條題目 如果 假設 自己真的移民 去到外國 需要剪法的時候 那麼 要去一些salon 那麼 怎樣 跟粉絲溝通 怎樣剪法呢 那麼 Rippy 可以分享一下 實質經驗 因為Rippy以前 就試過在外國 住過一段時間 那麼 去到髮型屋 就真的 不懂怎麼說 怎樣剪頭髮 那麼 因為 你在salon 那裡 平時用些東西 怎樣剪法 那些英語 那麼 平時你 讀書做事 未必會是用開 那麼 有時候 Rippy 去到剪法的時候 就即時啞了 那麼 搞了一段時間 才想到怎樣說 那麼 後來跟髮型屋 熟了 大約知道 因為他們很流行 用No.1 No.2 說你頭髮長度 那麼 後來我去到 就說No.2 那麼你跟我剪短 那麼就剪到No.2的長度 那麼 可能你會有個問題 Rippy 你去剪法的時候 你有沒有跟髮型屋說 譬如 Double Cut 這些的嗎 在香港 那 那 其實 可以跟你說 這些英文 在外國 你跟外國發言師說 它是完全不明白你說什麼 這些 對於他們來說 真是Chenglish 是不太知道 你真是想說什麼 加上各處 鄉處各處 例 甚至那時候 我剪法在英國 我說這些英語 它是不明白的 那好吧 這是一宗 Rippy 以前的生活的趣事 有關於剪法 今天講到你的題材 所以順帶分享一下 那整個康城 是否只有商場那兩間 理髮屋 其實又不是的 以Rippy 所知 有些回所裡面 都有理髮服務 正如首都裡面 它的回所是有一個 你可以預約的理髮服務 或者它只開星期日 和星期日 今天這個題材 就比較冷滿 但是如果你有看Rippy 你也知道 Rippy 經常都選擇 一些冷滿題材 說的 因為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你收看我們的頻道 下一集見 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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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